Hello 兩位好 又到我們逢星期一的外匯研究室 有Z.com Forest的Marvin 另外有關博士和我們一起聊一聊 看今個星期外匯市場的焦點是怎樣 先和大家看看上個星期要看著DXY美匯指數 上個星期五是突破到100樓上的水平 看到是近兩年的高位 另外10年債息不斷地飆上去 去到今早還是飆上去 看到已經上升到2.74以上 是創了三年的新高 其實為什麼上個星期五 美金的抽彈那麼重要 10年債息一直這樣抽上去呢 我看到的原因都是因為高盛首席經濟師 覺得聯儲局其實是需要將聯邦基金利率加到4厘 所以才有機會將經濟禁回到軟著陸的水平 而也要回顧上個星期 FOMC的會議記錄顯示 其實委員都很同意單次的會議是要加息叛離的 另外我想大家比較驚訝的就是每月的縮表的額度 比市場預期是偉大的 上限是950億美元 大家計算過了如果是用一年的時間去到縮表的話 一年內已經可以以這個額度去縮 就縮到1萬1千多億美元了 另外我們要看看法國總統大選的選情 最新首輪的投票 星期日就舉行了 最新馬克龍稍微領先的 我想進入第二輪的投票 就是24號 他和馬林立庞的競爭會非常激烈的了 這會影響歐元大家要看實 另外上個星期 澳洲儲備銀行都開了會 結果是維持履歷不變的 不過立場大家看起來都是偏映的 那些耐性等待 即是幾時加息的那些字眼 那個耐心等待都是刪了的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星期大家要注視些什麼 很多的CPI、PPI的數據會出 剛剛中國公佈了3月的CPI 和PPI一樣都是比市場預期為高 CPI是升1.5% PPI是升8.3% 全部是比市場的預期高的 那大家也要留意著星期二 星期二美國就會公佈3月的CPI的數字 還有就是有幾家央行 今個星期都會議息的 新西蘭央行星期三 和加拿大央行都會在同一天 就是議息的 那看看他們怎樣看 在接下來他們自己的貨幣政策 另外星期三美國3月的PPI會出 中國3月的出入口數字都會公佈 英國3月的CPI都會公佈 去到星期四了 那就是說復活節假期之前 歐洲央行就會認識的 另外美國密歷金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 有四月份的數據都會出 還有三月份的零售銷售數字的 那看回這個星期 很多通脹的數據都會出的 那大家可能很關注就是 美國那個通脹究竟會去到什麼程度 那就要慢慢教授了 因為似乎今次市場預期 就是計2月的7.9之後 應該會升到8.4至8.5%的 又是那些差不多40年的高位 你怎麼看接下來的趨勢 那個趨勢3月都是厲害的 因為預計本來就覺得它見頂的 但是現在鵝烏事件就加快了3月的物價 上升得比預期為快 雖然上年同年3月的基數是大了一些的 因為上年同年3月的CPI的通脹案年來升 我想我已經說了2020年 那個提升上年 是不是2021年 上年是2.7% 已經是較2月的時候1.4%已經升多了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說 因為它按月就加快了 各國政府所說的份子了 3月今年3月 所以變成要看最後中中出來的數字 如果是比8.5預期更高 證明3月那個單月的升幅是很厲害的 所以反映為什麼聯署局那些 這近一兩個星期 這個星期的那個口吻這麼強的 因為我想它手上已經有了通脹數據了 它一定是這樣 甚至是發狂的說話而已 打定底的 預計這個數字也不是低的 所以看一下 但是4月是不是會一樣那麼厲害呢 其實4月要看上年的數字 同期就是已經升了4%以上了 那幾年 數字又加快了 如果能夠再贏上年的數字呢 那就很恐怖了 通脹 可能跟著這兩次加息的速度是 又大又快的了 會不會 現在都幾大機會 你都覺得有 看完4月那個通脹 5、6月都要加半厘息呢 甚至說更多次的回憶 一加要加半厘去壓那個通脹呢 我覺得未來兩次開會都要加0.5的 因為它是落後於那條所說的形勢 它是追回以前是萬手萬腳的情況 那現在就 加上中期大選接下來11月 如果它在半年之前加定才加多一點 那它之後剩下那幾個月 我相信它會克制 就是比較克制一點 因為你不可能在它之前中期大選 它連儲局始終都害怕 就是你知道了 半百公里的儲局 變了它不會是做一些這麼傻的事情 因為你不斷加 它會重複回80年代初的情況 追上來瘋了 追上來挖兩三厘之前 可能那個債務市場一定會有很大的股受壓力 還有股票市場一定會有一個很大的震盪 到時候拜登怎麼選的 我都選了 根本是輸贏的 但是你怎麼看那個快速縮表的形勢呢 那些情況根本那些人不知道 不懂事而已 你都知道那個每晚做那個回購是過萬五萬六億的 你縮得那九千五百億 九百五十億 一個月 十個月都是只有九千五百億 二十個月就是一萬七千 差不多用了 剛剛用了那塊錢 那塊錢是多餘出來的嘛 等於你太胖了 二十磅的不會讓你死的嘛 還可能讓你健康一些嘛 那變了我不覺得市場 只要不明白那個水份的狀況 根本是日滿到應該要吸水的 那也是反映了持續是那個回購 百萬回購的那些回購預備 就是每晚做的那些回購預備 那個情況是給錢 中央銀行一萬五萬六億呢 根本你想一下 它要做一個縮表對短期內的頭一年有沒有影響 肯定沒有影響 那些錢都不用的 那些人不明白那個機制嘛 所以等於你的十年期債息 為什麼不是現在的債息呢 因為你是龐大QE的客人 為壓低了十年期的債息嘛 那就變成一出事 他一講的時候 那兩位理事上的禮拜一講 哪個都會快 十年期債息就馬上彈了 那你一縮 十年期債息就自動的力量減 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還跑得快一點 那邊的那條圖拉得 倒掛變成沒有了 還令到它那個抗大色差 我想現在大家都開始不擔心什麼倒掛了 是啊 因為那個十年期債 哇 一支箭這樣飆上去 真的很誇張 好啦 那我們不如逐個的貨幣都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好 不過呢 我想講逐個貨幣之前 我想Marvin都和我都很想問一下教授 就是關於那個美匯指數 真的很誇張 那100個了Marvin 你怎麼看? 就這樣的 上個星期終於都升穿了這個100點 其實我開始看到有些分析就開始揣測著 接下來的另外一個高位103至103.8 如果真的升穿的話 那可能會迎來一浪的一個大升幅的 就想看一下教授是不是 那個美元指數是不是還有這樣的條件升上去呢? 因為看回最近 雖然它都升穿100了 但是它接近100的時候 你見到它的升幅是步步為營的 好像都會有一定的阻力在100那裡 其實會不會還有這樣的條件再升到103那樣呢? 解釋一下美元指數 其實最大舊的東西佔比重就是歐元 告訴你 其實如果歐元 假設法國大選馬龍是輸了 那歐元是會受壓的 但是如果它出來的機器是贏了呢? 當是贏了 沒什麼大件事呢? 它會回升到1.1 那 最大主導歐元的走勢不是法國大選 法國大選比較是中長期性的 短期就是一個所說的俄烏事件 如果俄烏事件是再沒有惡化 而是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你都見過跌到1.08的嘛 那這段時間就跌也跌不下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1.08的一個暫時短的鐵底 但是如果我的事件是惡化當然會穿 但是我傾向就說 俄國已經是 就是在彈藥方面都要有些問題了 我覺得和你也看都控制不了整個烏克蘭 所以我覺得它慢慢會傾向一個走向和義的階段 就變成有機會令到歐元這麼差 反而就算它升穿了美元指數是升穿100 一旦是俄烏事件是好一點的 那個又會令它降下來一點點了 那其實103的位置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穿的 因為大家不要只是看103、103 103其實就是某個頻道看歐元的走勢 嗯 明白 103其實就大概2020年3月那個尖頂位 那就看看會不會 看看吧 看看美元要強 因為真的強得那麼緊要 歐元要降到104、102的位置才可以見到103 我覺得暫時看不到歐元降得那麼快 是 沒錯 都要看俄烏局勢 和法國的大選 不如我們先說一下日圓怎麼看 因為你對著美金 說真的 第二大貨幣在佔美元指數比重大 除了歐元之後跟著是日圓 日圓特別是真的弱 你看看 哇 今早已經衝到124.9 那應該又想試125那個位置 是不是呢 嗯 很大機會了 那應該今晚也有機會試一試 但是上次的心理關口一到 就剛剛撞正是連結 還有它出口術 就變了兩人一加起來 就撞回日圓下去1.21樓下 那現在上來的應該都是逢旦必沽的 那如果今次穿呢 假設它不出口術 我都覺得它會逐步逐步穿的 126127這樣去 那但是就 如果你要做日圓呢 如果真的穿了125去回頭呢 那你的止蝕位就擺回124樓下 我覺得都是逢 去到這個階段 因為你要沽呢 那其實最好標倉就是121.5或12的位置 那時候你已經看不到了 現在大陸都下回去了 那如果你想追沽呢 那你可以做的 但是就穿了才做 那但是就應該放下止蝕位 就跌穿124左右就止蝕先 那看回到哪個位置才再沽過了 因為現在第二下碰125 始終大家有心理位置 有些人放一些食物餵在那裡 嗯 明白 那就看一看了 哇 都衝得很癢啊 就是早上 其實教授華商都想問一下你的 關於那隻日圓這樣 其實上個星期我們看到了 日本那邊出口術 1.5那邊暫時就停一停 那其實因為你說日本那邊呢 出了口術但是都沒有什麼實際的行動 那它繼續控制這個知識律曲線 其實它難說的 其實還是有機會穿這個1.25的 這個星期你講的 是啊 你知道上次它就說 為什麼它衝送1.25 前一天左右呢 它講過說不可以給一個長息 就是十年期債息升 那就是說它不斷買債 不斷買債如果它不改變那個知識曲線的控制 有兩樣東西的 如果那個長息的定位升得很急 進入急關的時候呢 反而它會發到它那些什麼呢 就是它本身的股票市場有事啦 一定有事啦 因為日圓強一定對它出口的電子產品不行啦 另一樣東西就是對它那個投資的成本增加了很多 那麼現在它做的那些量化寬鬆啦 控制長息那些全部都是想鼓勵 低息環境 還有希望那些人加大投資嘛 那你跟它背動而遲 所以你為了控制的日圓 不可以去預約 而你是再不控制 就是放智識曲線的控制呢 你那個代價很大 所以我覺得它是會 凡真出口術不做的東西 通常都是不想做的啦 我回答你就可以了 那就是做的都是 略略只是查資檔份 跟著抹去都是要死的啦 那都是向下走的啦 它會不會逐步去調整它那個知識率曲線的控制呢 不會的 不會的 沒有一個空間去做的 因為如果你逐步跟外圍走 你這個問題就說你有兩個選擇 你在貨幣經濟學 貨幣的學當中 當你控制了一個某程度的息率 站在某位置 你就控制不了一些很明顯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升 如果你的匯價在這個情況下一定要放棄 你控制不了那個匯價 那你如果控制匯價你就加息啦 是不是等於俄羅斯那樣呢 就是這麼簡單的嘛 那你現在控制知識率曲線就是控制它的息口 那你就是說你有一件事要放棄 那你就由得匯價就落 但是你會用一種方法就是令它有秩序地落 不會令它產生一個恐慌性的拋銷 那它是想的這件事 嗯 是啊 沒錯 我都覺得是 它真的想控制債息多於匯率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都還是有機會換日圓去旅行的 是啊 是啊 哦 越來越便宜了 非常便宜了 又是換日圓的時候了 好 那我們講完日圓之後呢 大家都關注這個euro 究竟會繼續約下去 這一期大家當然就關注 這個法國總統大選的選情 Marvin 你又有些什麼見解呀? 是啊 教授想問一下你 那些新聞都是這樣寫的 剛才你都講過了 關於歐羅現在暫時還撐得住呢 某程度上是關於馬克龍都還是領先的 那個選舉 其實為什麼那個市場對這個選舉的 那麼大反應呢? 畢竟它只是歐元區一個國家 因為他現在撇出英國走之後呢 你只有兩個是真的叫做主要大國 工業大國 就是德國和法國 那法國在這個情況下 因為經濟做得差 以及通脹 這些全部都一樣的 其他國家面對同一個東西 所以當你的經濟做得那麼差 疫情控制不好呢? 當你大選的時候呢 一定是遇到一個問題 等於2017年那時候 特朗普大選嘛 那時候很多時候就是說什麼呢? 對美國的貧富預算的問題 對全球化的問題 那全部 和當年今天海嘯的後遺症很多 變成就走了一個怪怪的人走出來 我根本從來都沒有想過 特朗普可以贏到的 就是那時候 你不會覺得這個人走出來的 但是問題就是 當年是走了很多怪物出來的 在今天海嘯之後 就是你奧大利的 選了一個總理 二十多歲都可以做總理的 當然現在就下台了 因為貪污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市場擔心出了一個極右的人走上去 雖然它在移民那邊 所說的原來是剋制了 但是本身它的DNA就是極右的 那麼極右的問題呢 就會引起 引發一個社會上呢 就是一個比較有的計設炸彈書 會不會引發到一些所說的社會不穩定呢? 因為它的言論是政策 另外那個移民政策 會不會就回來 都是要反移民 就是要反移民 所以很多事情 它和德國的關係 因為法國和德國現在很好關係 現在德國關係 你看一下德國怎麼看你 德國都很怕極右的 極右的 白白地 3K那些 那些 納粹那些 那些人的情況下 變成了他們 可以寧願接受馬克龍 所以一旦這個女人上了一場 這個對手上了一場 就會有個政治的不穩定性的風險 那對歐元整體的團結性 不一定是那麼好 嗯 嗯 好 那短線怎麼看呢 因為它早前呢 其實只不過是上星期五的時候呢 它都低到去1.083幾 那些人就沒有穿到 嗯 那現在的情況是 在一個低位陪會啊 還是看著選情 因為去到第二輪投票是24號 是的 也不知道俄烏那個局勢發展到時候會是怎麼樣 你怎麼看歐元的部署啊 弱的 我覺得歐元會弱的 因為始終法國大選24號 就是沒有人敢去估計 一兩個星期內的轉變 因為泰國近了 那些選舉的那兩個人 暫時那些是暫時領先了 少少了 不是一個很清楚的領先 那個比率的 那變成了 如果你是外國市場的人 都是先估定的 嗯 那波估率是1.08 接著就 穿了就再估到50點 但是不會跌得太深了 因為等於上次杜魯多選舉的時候 怎麼樣 家園人很弱的 一算就把上去 一升了 雖然杜魯多不是一個很受歡迎的人物 加拿大 但是對手太弱了 但是現在它會弱的 但是去到24號之前 大選的前一兩天 你就要小心了 就是沒有薄弱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星期都是弱的 但是會慢慢下 不會太離譜的 因為如果你推太低的 一旦馬虎龍贏了的 你回到那個 升上那個下很快 那你走不及那時候怎麼辦 所以現在就可以做沽 就沽到1.08個位 但是呢 現在它剛剛就跌穿了 那條所說的五天線 五天線就1.0885了 我就會用1.0920這位來做止蝕了 嗯明白 好 現價都可以試開沽了 是啊 OK 想問多教授一個問題 想問一下 剛才你也有提過 關於美國的CPI通脹 是啊 我也見過其中一個分析是這樣講的 講歐元區那裡 就說上個星期 其實它們的PPI 有在創力自身高 去到31% 那就認為 其實它的CPI 是有機會追上去計議 它需要再急著去加息 那其實這個會不會是 之後未來 歐元的一個離好的因素 將會在來呢 嗯 它 我想它如果要被迫加息 就真的變成滯脹了 哈哈 不然有牌也升不到 哈哈 很糟糕 現在都在滯脹著了 應該 不要勾勾 現在都在滯脹著了 那你 那你如果 應付了它加息 其實就很糟糕的 不過要被迫加息 就沒辦法 但是如果它不加呢 又怕通脹的期望失控 所以變成它會加 但是它都會克制它加 因為它知道它底支不好 因為它真的是狂加的 一定是好像80年代 美國的歷史重現 對它來說 所以它都要加的 因為你看到它本身的 德國的債息 其它歐洲國家的債息 都要跟著美國走的 英國都跟著美國走的 它在這種情況下 變成它都是要加的 但是只要美國 只要它不是狂加 加得快 比美國 它寧願是接受 那個歐元站 只是弱 好過強 因為你弱 起碼你還要想想出口 你又強 本身裡面又有些政治的不穩定性 比如地緣政治危機 那些東西 搞下去 你根本就越加越死 所以它會是怎樣呢 就是會有秩序力加 等它息差 跟美國是突然間 擴闊得緊要 但是就保持那個息差 因為美國你預計都要加0.5 本身現在突然間加0.5 它的歐元都不會突然間 是很緊要 但是當然會折一折的 但是它的問題就是 它會看著本身的美式 和歐元的息口的息差 但是我傾向它是會加大 但是會加得慢的 它沒有能力可以加得快的 所以禮拜四個歐洲央行的意識都很重要 我覺得 是的 本來最初大家猜 第四季才能加到息的 那會不會退前去第三季已經要加呢 逼著 這裡要看緊 那對歐元的匯率都可能會有些影響 好 另外英鎊 鎊都要看 因為呢 鎊都弱的 在上個禮拜 它是曾經失守了1.3的位置 那今早都還是1.3邊附近 那樣了 怎樣看啊教授 我覺得會穿 看個弱的 會穿嗎 我看穿 穿到 看回星期五的低位 星期五的低位1.298 應該搜不到 那天點一點煤 跟著一開東京市都還在沽 給人 那我覺得它應該試1.9 2950 穿了就看29那些位置 上個如果做了沽單 就跟著用五天線來做 五天線就是1.3052 那就給到盡力了 1.3070那些位置 算了 那最多算20多點下 都要100點給你 嗯嗯嗯 看它的勢都真的穿越了 我都覺得 是 慢慢日日 這樣陰陰的向下走 對 這個世界上好 接著我們也講一下一些 比較强小小的貨幣 奥紙 你會看到它推出完會之後 就往上趟到上趟到 慢慢略為退回低一點的水平 才去握呢 教授怎麼看 我覺得差不多了 最多是7.4邊握的了 因為那天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我講完之後已經是7.6樓上了 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他說一些所講的大選後的東西 說差不多已經加緊了 它很快就出售 那它突然間支支上去 拖了那個樓紙上去 但是之後就美金轉强回來 很快就下回來 因為趁機 趁機獲利 獲利200多點 在0.76下回來 0.743這位 那我覺得今天的低位其實就做了在0.74178 那我覺得應該要握的了 雖然我自己在握 我不是叫你跟了一起死 我也是握 但是我覺得傾向都是走上去的 我覺得會回升回到1.75 但是如果一旦不幸運的 這些位置握了 那你要止蝕的呢 你就在0.7390這位置止蝕了 但是我覺得它會回升回到那條5電視樓上 5電視是0.74925 就是0.75呢 如果能夠征服回到0.75 就要穿到0.7530 0.40這位置呢 一穿就回到0.76樓上了 嗯 好 大家看著那些線都要做了 那就到那個樓紙了 樓紙會開會啊 這個星期 有一個路線下去啊 看到今天 是啊 怎麼看呢 它是弱一點的 真的是弱一點的 它都是跟著澳洲走的 澳紙走的 那這個位置你都可以就 看一下 最好就拿回挨勁今天的低位做 那個低位是0.6813 現價是0.6832 你看看2025那些位置開不開倉了 上望就是五天線啦 五天線是0.6886 下望一穿就很容易做的啦 下望最近那條所說的線呢 就是100天線 應該是100天線 但是應該是 應該是50天線啦 50天線不合理 現在是不是50天線 是不是6.7個位置 沒錯 0.6795那些位置 那變成了下降低你少很多 上高你又有個 上高的直播率高空間多一些 明白 好 最後加指了 加指都這個星期有意識的 你先看看 是啊 最新是1.26多了 1.26邊啦 是啊 我覺得都是可以退一點才開 那我覺得是 現在可以在1.262030 挖近那條五天線開倉了 五天線1.2554啦 對不起 不是1.2610天線 上高應該不是5天線來的 應該1.2660啊 是50天線 對不起 是50天線 1.2560這位置 那就等他才再拿 因為他本身呢 加指是慢的 慢過其他的 那變成你可以或者50、60這些位置拿 接著下來看1.24、80那些位置 但是就做錯之下 看先 如果拿的 如果上網穿了 就用1.26、30、40的位置置洩 我想是 這些位置差不多 它那個波幅不會這麼大的 剛才唐哥 我用哪個位置開創 1.2 1.262 1.262 那你用上那條線 你用上那條線 沒錯 我用到50天線的位置 加10點1.2670就止線 但是我傾向它會強一點 但是最好就是等歐幣和紐幣先動了 你才能行動 嗯嗯嗯 它只能跟一跟落後 它都是拖著走 拖著走 沒錯 看看這幾隻商品貨幣 究竟那個反彈的勢頭可以去到哪裏 那這期就回了一點點下來 那好吧 另外如果你說交叉盤 那個部署可以怎樣看呢 我們也找來一個專家 跟我們聊聊聊有Jasper Jasper 你好 你好 Hello Jasper 你好 Hello 大家好 至於交叉盤方面 這個星期就因為是復活節隔期在職 我想市場方面也可能有一個 爽樂市 觀望氣氛等等 等待隔期後才會再看一看情況 那麼會市方面呢 其實呢 美金的升勢 或者日元的跌勢 其實是挺明顯的 所以以交叉盤來說 那麼 孤日圓的交叉盤 其實我相信繼續是可行的 所以大家不妨都可以多加留意 至於今天呢 就按照觀眾的提問 解答大家一些交叉盤的情況 好了 說了之前呢 也叫做例牌看看免責聲明 我們所分析的 所說的呢 純粹都是和大家學術分享 先說就是這個英鎊對瑞士法郎 這個圖就是英鎊對瑞士法郎的日線圖 你看到整個形勢 其實都是整個英鎊對瑞士法郎 都是在走一個下降趨勢 只不過下降趨勢當中 去到1.2049 相繼都試過三底 行人止暴的 所以英鎊 英國最近所公佈的經驗數據 就開始轉回差 所以你看到英鎊 無論對瑞士法郎也好 對瑞士法郎也好 都是繼續手押的 好了 但是如果你看回整個形勢 今個星期的形勢 可以說都是上落市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不妨可以看看上落市的位置 上落市的位置 當然下面大位是1.2049 大家看到是顯然易見的 至於上位方面 有條紅色線的20天線 是1.228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上位的阻力 這是第一個阻力 第二個阻力是1.2334 兩條線 100天線 和50天線 都是差不多在這些位置 所以我相信 至於1.24198 這個位置 我相信再上到這個位置 機會真的不大 就算是也是 我想英國突然出了什麼好消息 扯上來也好 都不是這個星期的事 所以這個星期上位 大家可以看著 1.2228 1.2334 下位1.2049 但如果破位下落的話 大家要小心 因為始終剛才說過 1.2049都是大位 所以一直堅守到 但是守不到的話 1.1916 甚至再遠一點 1.1683才有位 至於歐元對瑞士法郎 在我眼中 在我眼中 我不想玩上落市 想偷突破才追細 如果是的話 如果是的話 1.2049向下突破的話 我相信 勢可能走一段 短線的單邊 走幾百點的單邊 走幾百點的單邊 1.19 1.1683 這些位置 大家不妨可以留意 至於歐元對瑞士法郎 沒有預期中那麼好 一路弱下去 今個星期 我相信勢也是弱的 有幾方面留意 大家留意 俄羅斯會不會 債務違約 亦都是困擾 導致歐元 一直都是弱勢 反彈不了 就算俄軍那邊 也叫做 一路撤軍 理應來計 歐元有利 另一方面 法國大選那裡 也是一個困擾 因為馬能立旁那邊 一路後來居上 馬克龍一路 叫做 捱打 令到領先收窄 剛剛節目中 做的點票 馬克龍是險勝的 他跟馬能立旁 就會進入 24日的第二輪投票 兩個星期後 所以 其實情況 都對馬克龍有點不利 始終現在 只是 僅僅 大約是 以三個百分點領先 所以 未來這兩個星期 如果馬能立旁的聲勢繼續上 而馬克龍的民望繼續下滑的話 那就應該 可以說 絕對拉成軍勢 甚至 馬克龍有機會輸 所以 未來這兩個星期 對歐元 或多或少 因為大家擔心馬克龍會輸 那就會造成一個困擾 可以說 那就變成歐元匯價方面 跟歲月發狼 看下去應該都是一個大上落市 0.9971 甚至乎1.04 這個大上落 可以說 但是大上落得來 短線的下位 1.019 1.019 下位的阻力 下位的支持位 好了 至於上位阻力 有10天線 1.0197 有20天線 1.02 42 而短期間 最大的阻力 我就認為 就是這條趨勢線 和50天線 重疊的1.0315 所以變成上落市 大家不妨可以在 這些位置 作出自己適當的策略 比起我 短線我便會 可能會 但我看淡歐元 我不會開貨的 我會怎樣做呢 我便會 偷高 選擇這些阻力位 做出一些淡倉 沽下來 然後看下來 相反 我怕破1.019 破的話 便會追細 追下來 0.9971 好了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Josper 這麼詳細的分析 是的 說到交叉盤 Z.com Forrest 今個星期 快閃 trade 超窄價的優惠 都是交叉盤 Muffin 是嗎 沒錯 因應剛才Josper 老師介紹的 英鎊 對瑞士白浪 我們這個星期 都是做這個貨幣 對的 它的點差 由平時的3點子 減低到2.2點子 做到這個星期收市 好 接著還有就是貴金屬 究竟短線 金的走勢會怎樣看呢 我們找來Z.com Boolean的Perry 和我們一起聊 Perry你好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星期一了 上個星期的金價 基本上都是合乎我們預期 坦白說 悶就悶一點 沒什麼娛樂性 但是如果大家有耐性的話 基本上對上幾個星期的上落市 基本上是挺好做的 起碼高位和低位都挺容易抓到 都挺容易把握到 我跟大家review上個星期的走勢 這一幅就是黃金的一小時圖 藍色這部分就是上個星期金價的走勢 上個星期一開就開起1924 相對叫做區間底部 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基本上整個星期金價都在1915 和1950中間上落 整個星期的高位就是臨收市前做出來 1948 收就收在1945 上升了21元1.1% 整個星期的幅度就開始收藏 又再去到33元 基本上如果去看上個星期的走勢 就是由低位上高位 就 Speech следs.9 如果大家上個星期周有看了節目 基本上星期要留意的就是日線圖 因为我上个星期头有些隐忧金价受压着下降趋势线 如果星期一突破不了,即是摆脱不到趋势线 收在1920之下基本上短线会出现一堆沽盘 好幸好上个星期一收就收在193031附近的价位 即是圈住这一天,成功摆脱下降趋势 基本上打后整个星期都在蓝色区间,即是20和1950中间 今个星期应该如何部署呢?由中长线看起来 周线图和之前上个星期都没有太大变化 结构还是属于一个横行 之前试完高位之后就回落下来 现在基本上继续在上次顶部以上 即是1890和1900支持区间以上 即是这个区间里面横行着而已 大方向的基础消息因素就没有变了 始终环球通胀 坦白说短期内就算你美联储几英都好 加息点加法都追不到通胀的部分 即是说中长线来说金价应该都是会利好的 但是始终之前它试历史高位之后 那条上线暂时还在消化着 两个情况下都是跟之前所说一样的 第一个情况下就是要消化这些高本 就是要它继续在这个区间横行 打好底下才向上 第二个情况下就是可能跌一轮 很急的跌下去插一针 就像跳水那样 踩个弹板踩下去之后就弹高了 第二个情况下我想要配合俄污局势了 即是如果俄罗斯乌克兰它的和谈 即是谈成了 可能短线会trigger一扎高盘的 令到金价向下试的 那就可能会出现第二个情况下 插进去之后就开始反弹了 如果不是的话 现在暂时偏向于六七成机会 都不止了七八成机会 应该都是继续在区间这里横行着 即是跟之前一样 试完高位之后横行 接着横行之后打好底下才可以再向上 那大家密切留意一下 因为始终中长线的CPI 这个星期美国会公布数据 星期二要出CPI 星期三要出PPI 看看数字会做成怎样 如果继续做差的话 做大的基本上金价应该会 有机会上升会加快 但如果不是的话 大家有点耐性 如果他真的碰到下面这一条趋势线 就是捞到这个底下 基本上就比较稳定 就比较 主意就是下面的位置 1780那些位置 中长线 如果中短线呢 看回日线图 我想就自从上个星期初 他摆脱了这条下降趋势线之后 短线来说应该都是会在这里 1920和1950中间 大家继续留意着上升突破 即是两个突破讯号 如果向下试的 基本上就是如果 日线图会有一天收市 收位在1920以下 因为金价 如果你看回基本上 在三月中以来 就算无论他试完低位 试多少次低位 基本上收市价 都是收到1920以下 基本上大家留意着这个信号 看看会有没有机会 收低在1920以下 因为如果收低在1920以下 基本上他就会tracker一轮沽盘 有机会再试低位 另外一边的相同地 相反 如果他收高于1957楼上 就是另外一个上升的讯号 如果他有一天收在日线图 收高于1957楼上 基本上短期内 他就会很短时间内 应该会上回2000楼上 但是这两个信号出来之前 我想大家可以尽情地把握住 这个横向的格局 1920和1950这个区间 这个星期的短线部署 我想毫无原念 都是继继续在1915和1950中间把握住这个区间 但是有一件事我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因为其实对上个礼拜都有提过 自从俄罗局势 就是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之后 其实油价开始向上 基本上这八格就是我后面这一格 平时在家和晚上 自己入市 自己炒的时候 那八格 自己看开的 俄罗局势开始之后 基本上油价一直我都盯着 因为基本上 如果油价站稳在一百元楼上 基本上金价都挺难跌下去的 当然上个星期美国就说 释放它战略的石油储备 令到油价回落到一百元楼下 基本上因为这样就拖着金价 令到它就升不上去 但是中长线就算只要油价 暂时都在一百元附近培回 基本上中长线的通胀都会挺厉害的 都是会离好金价的 除了油之外 其实我今个礼拜想让大家看一看 就是巴金 因为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基本上巴金的价格都升得挺急的 因为俄罗斯的refinery 就是巴金的refinery 占了全世界四成的出口 上个星期最新消息就是说 伦敦那边交易所 就是不让俄罗斯的巴金进行交易 就是进一步制作俄罗斯 上个星期五 其实巴金单日升了差不多10% 由2200元 就是2240升到最高22460 升了差不多11% 为什么大家要留意巴金呢 因为如果看着巴金来做的金 基本上上个星期是挺好做的 因为如果大家要留意巴金的升势 是4月8号 大家看到下面的时间 4月8号的8点 就是最强的那一阵 整个星势就是晚上7点开始升 但是最强的星势最强的那一阵 就是4月8号的8点 从这里就是2280升到最高224 242 460 如果大家看看金价 基本上就是滞口 那么它巴金就8点开始升 金价就9点升 就是这么说 因为始终 最直接受俄罗斯 就是俄罗斯被制裁的消息影响就是巴金 那金的升呢 自己是by product 就是因为风险 风险避险 那所以就比较慢一点 和比较制裁 那如果大家看着巴金来做呢 就是短线 就是不要说100% 就是见个巴金升的话呢 第一个金价想跌 基本上都挺难的 那如果大家aggressive一点一点 就是as an indicator 基本上之后 见到个靓价在低位去捞回 因为金价上个星期五就这样 就是巴金在8点升完之后 9点才爆上去 那如果不是aggressive的 就是不是跟着它去做 那基本上如果见到巴金升 大家不拿的话 都不要去沽 那今个星期大家可以留意先 因为巴金它之前最高 应该是3000多元的上过去 我可以把它转回去 daily先 最高其实上过去3500元左右 那如果伦敦它那边 即是制裁不让他那边 不让巴金在伦敦那边 即欧洲交易的话 基本上巴金短期来说 有机会再抽回上去 即是有点像个有 有就说 美国可以用石油储备去控制住 即是巴金未必可以做到 那大家可以今个星期留意 因为其实说真的 对上这个星期的上落市 我们贵金属那边的客户 应该都outperform到其他外汇的客户 因为对上我看回内部的数字 其实我们的客户都赚得 即是个performance都不错的 那大家继续努力 为加油大家 那如果未开户 即是未开户不是我们客户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 因为我们第二季最新的那个 即是那个开户的奖赏 和那个promotion已经出了 那就登入我们官方网站 bullion.z.com 基本上开户 我们就已经 即是开户 简单做到一个标准手 基本上我们就送你200元的coupon 那之后呢 即是每累积相对的手数 那我们就回馈回 即是回馈回现金的coupon给你 那详情大家可以去我们官网 那今个星期就先继续这么多 那大家继续留意 继续把握区间先 应该直至突破前应该都挺好做的 那今个星期就这么多 那下个星期再跟大家见面 OK 谢谢 拜拜 谢谢Perry 对于今天这么长进的分析 那好了 那另外呢 都有个网上的讲座 要介绍给大家 Muffin 是不是呢 是的 那我们今天讲到 关于那个Yen和那个 那个美元的息差 擴阔得越来越大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星期三 下午三点半呢 就请到罗家聪 KC博士 去和我们搞一个Webinar 那这个主题呢 就是关于这个息差 它就叫做 息差跌建高低套息交易 陪归 那我想相信 就是关于这个 Yen和美元的这个 carry trade 大家可以再留意 可以用我们下面的 一定要拿报名的 好 那另外我们都要讲讲 就这个月开始的 开户優惠了 是吗 是的 那同样都是开户成功 我们就即送200元的HKTV魔礼券 那在30天内 再做满一个指定的金额 就可以再换最高达10000元的礼券 非常优惠 大家记得 如果未开户的朋友仔 就试试去开户 可以做一些外汇的操作 我们教了这么多集给大家 分享了这么多 好 那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到假期之后 复活节假期之后 再和大家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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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Yen到假了 躺在这里 上班 去到哪里都好 看尽机会 click一下做trade Z.com Forest 外汇交易 24小时 non-stop 日本外汇交易量 No.1 零用金 超窄的买卖差价 全天候24小时支援 无论去到哪里 Money never slips 外汇交易 就是一个字没有这么简单 Z.com Forest